台湾在有记录的四百多年历史里面 往来的各国人民 带来了各种文化与当时的科技发明 久而久之 拼贴发展成特有的宝岛风情 到现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其中印刷术 就是长久引领我们文化发展的重要工艺技术 印刷技术始源于中国 它的发明和流传 加速了知识与讯息的流通 而早期的主流技术雕板印刷 从初期由中国运送成品来台 一路发展到1820年 台湾第一家民营科印坊 松云轩科印坊成立 是台湾印刷可独立作业的象征 自此迈入雕板印刷的黄金年代 道光年间知识分子卢崇玉在台南成立松云轩 在民间信仰新生的背景之下 主要业务以宗教经文及各种善书为主 不过也刻印医书、年谱、个人文件、书看定制等等 对于台湾科印事业的发展 发挥了关键且正面的影响力 政府文书、地方制书到民间招牌商标 生活节庆与宗教信仰物品 凡是生活里所接触得到的文指失误 都离不开版印的应用 但随着活字版印刷的传入 知识的普及 民众对于知识传播的需求日益俱增 缓慢的雕刻字板 已无法满足快速转动的社会进程 渐渐的雕版印刷由国字版印刷取代 文字脱离了木刻版的制约 开启了在台湾的旅行 台湾自17世纪开始 虽然在荷兰与西班牙治理时期 已有吸引文的活版印刷品传入 但却迟至1880年 才见活版印刷技术引进 来台宣教的基督教长老教会 巴克里牧师 在台南创立教会公报印刷所 巨真堂 将台语以罗马拼音的方式 编辑出版 台湾府城教会报 是台湾本地出产的 第一个活版印刷品 但由于只用于宣教 所以并未为台湾 活版印刷技术带来改变 1895年 台湾进入日制时代 现代化的西式活版印刷 经日人消化改良后 透过治理台湾的过程 才将现代活版印刷技术移入 其中以1898年 创设于台北的台湾日日新报为代表 日人报社 书店 印刷厂陆续进驻 成为印刷技术扩散的基础 也由此经历与地缘关系 在外华一带发展了 现代化的印刷产业 在1945年后的几年间 日本战败 国民政府又因内战而撤退来台 一场文化大迁移 官方与民间的印刷设备 人才 观念 工具 方法等 也随之迁移来台 在台湾交汇与融合 国版印刷 并有源自中国的上海市 与早期改良自日本的台湾市的分别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属 丰杭正凯 徐鸿章先生在1949年 由厦门渡海来台 带来了丰杭同模铸造签字 印刷后自行优美 点纳沟处力道十足 保留了书法的笔画 与字型结构特色 与日文汉字有所差异 所以特别受到市场青睐 当时台湾活版印刷业迅速发展 竞争激烈 技术融合与精进 美元资金与技术的导入 因应战后重建的文教需求等原因 让当时的活版印刷发展至巅峰 当时更有 够让印斑翁 没吃皮马香的离语流传 可见活版印刷盛世 雕板与活版虽都已不是技术主流 但在数位化的现代 锦印刷品压印在纸张上 那图纹的痕迹 油墨的厚度 更容易让人感受到一种 真实存在的温度 活版印刷的淘汰是必然 但台湾也是少数还在使用正体中文 并保留正体中文签字的国家 为了不让这个产业在台湾消失 活版印刷由实用走入文化 用典藏 展示 体验 设设计创作等多种样貌 诉说着属于 那个年代的风华岁月 这是保存台湾印刷文化资产的使命 透过了解产业时代背景 与技术演进 体会那存属于 长迷生活中的台湾传统工艺文化之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